游戏王的视频 大家好我是明顺 距离上次关于游戏王的视频应该有三个星期了 上次的视频是关于暗之库封建在世界大赛更改了鲁林的话题 由于每次筹备一个短片都需要资料手机 找些有意思的主题 再加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忙这些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的短片都没有什么剪辑到或者是经过剪辑的 所以所谓的慢工作是一货 然后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然后接下来当然是要谢谢你们的支持 没有你们的话我也不会继续有动力的去post video OK废话不多说 下一个 2016年10月1号游戏王禁止限制卡表已经确定了 对是Vjam的新闻 是已经确定了 然后这个短片将会是part 1 对 part 2我会需要一点时间去分析 因为如果单单对于这个ban list 用一个短片大概10分钟时间说完我也觉得大家不够过瘾吧 而且加上这个ban list三个月一次算是一个quarter一次了 我玩的时候应该是一年一次或者是十个月一次了 后来再变成六个月一次也就是半年一次了 然后再变成现在的三个月一次一个quarter了 OK啦我们来看图先啦 啊是这个图片我是copy在那个Facebook的那个Yu-Gi-Oh Intro to Expert Player 它是一个不错的泰国那个fan page 大家有意思的话可以去follow啊 虽然讲是泰国但是里面的东西非常专业 而且那些关于那些冠军啊那些比赛的video也蛮多 先来看镜子 偷星虫 从完全没有限制瞬间就变成了镜子 这个将会是part 2的主要话题啦 关于这个家虫的话题 OK 然后单一限制 终于都从牢狱放出来了 这很有纪念价值啊 因为我曾经有过Super Ray的这张款 它进了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是保守古迹 应该是06年到现在吧 也算是十年了 十年终于都得到释放了 其实也不惊喜啊 因为在TCG那里一早就放了 然后威风麒麟 威风麒麟 现役其实是预测到了 因为明明就是威风本身的主要王牌 偏偏被其他的pandurum卡组拿来挂外挂 一开始我是看一开始是挂对pandurum魔术师卡组啊 也就是ark5主角用那个 因为1到8的skill容易交出2到7 然后这个这家伙很强啊 他简直就是一个 那家伙是不错的 那家伙就在场上了 然后 Cyber Steam 兜兜转转 他又变回现役了 本来是3张的 稍次用到太爛了吧 大家不是叫異星追踪戰士 我看這個貨應該會現役吧 如果真的太爛用的話 乾脆我覺得KONAMI把異星追踪戰士禁止就好了 然後這個Psy Omega 對這個先知令我很也蠻無奈的 因為這跟當初那個 龍騎兵團的矽骨被現役一樣的感受 明明就是被別的卡組拿來掛 為什麼要牽連到我們本來的卡組 對,Psy的打擊也蠻大 除非官方再出一個八星的Psy浪點 不過Psy本來的主題也不算是太過暴力 通常被玩壞的都是被Duck Synchro和DDD為主要來源吧 它會被玩壞的原因 因為DDD只要出了Omega的話 就可以一直回收DDD Slim 和DD融合和Tuner 對 OK 先惡 藍胖 他們叫 藍胖 胖劍 終於解惡了 還可以 在這個時代 對外掛來說還算是看到一點黎明 開Psy者 我當初玩的時候可以用三張 不過我覺得這個時代就算開三張也不會放三張 出來的條件以及壓制能力 也沒有那個時代這麼兇 時代的眼淚 DD Slim 史萊姆 先惡 其實先惡我覺得對DDD運作的影響 影響不大 因為 雖然說是三和二的差別 但我覺得 只要一天還有那個地獄門的契約書 都不難減碎到這些 零件 DD 拉蜜亞 唯一DDD一星的卸調 然後也被限惡了 然後 真的覺得沒差 因為至少 只要你一天還有一張Omega在 DDD就足夠了 除了Duxynchro 就足夠吧 而且 Duxynchro 夾從不見了 算 Duxynchro 紅蜻蜓 解惡 這個時代玩Duxynchro的話 吃一個Uzaki的話 應該可以正式回家 終於都解惡了 會員的魔術師 這個時代會員 見仁見智 其實還算蠻無辜的 他被限的 因為他之前的鋒芒 都是被EMEM所覆蓋 我也不知道限意幹嘛 也許就為了 不要讓你這麼容易出巨神了 遺址 對 我之前玩的時候 我超級討厭遺址 因為只要你的對手出了一個 棍和一個遺址 他就會有一個設置支配者 或者是Stella Knight的那個 傢伙在場上 這個時代 我也看了香港 某個影片的評語 在這個 只可以叫Stella Knight 在Rank4的時代 因為 你要發動遺址的效果 破壞卡 抽一張卡 就一定要 三個四星來進行超量 Exit 才能發動到效果 偏偏的 剩下不多 只要沒有了設置支配者 選擇真的不多 下一個 數學家 數學家之前應該是因為 隱一吧 上次因為隱一 被限 我記錯 應該是隱一吧 開二人 然後 怪獸人 又開回二了 之前限一是因為 Inferno Inferno 隱一的速攻融合 開二 沒差 隱一的時代 應該是說 要慢慢等才會回來 真帝王領域 這個地形魔法 其實帝王的 真正精髓 不在於這張 地形魔法 反而我覺得是抽兩張 那個 梵神的帝王 帝王的梵神 那個 OK Q Report Q Report Q Report 開三了 這個時代 沒差 三眼開三 沒差 千眼開三 沒差 六五門開三 也沒差 基本上你這一排 無視它就好了 暫時目前為止 不會對主流造成多大的衝擊 畢竟遊戲王卡 和Online Game VR 一定會有時代的眼淚 接下來依然很強的卡組 廢話不多說 ABC 青眼白龍 這兩個 基本上 這個ban 是完全沒有碰到他們 事實上我搞錯了 我好像漏了一個青蛙 沒關係 下一個 開始小量血弱的卡組 DDD 和念裝 對 念裝之前的主要掛件就是掛微風系列 現在微風的麒麟剩一了 也就是說 狸毛減碎了麒麟之後 狸毛就只可以再減碎回狸毛 或者是你願意掛 微風系列的魔法陷阱進去的話 就是另外一個防衛展開了 總而言之 念裝有必要再重新 找新的外掛來掛了 而且麒麟真的蠻重要的這角色 不可以被對象 不會被卡的效果破壞 在雙方的局都有速度2回收的效果 超強 DDD就如我剛剛所說 開始削弱了 並不是大量 因為他只是 變成 主要的變成2罷了 Konami還不夠大刀 如果Konami真是大刀的話 先利先利你就會感覺到那個難受 所以 這個Part1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會需要點時間來籌備Part2 然後 再補充回Hero青蛙的解說 謝謝收看